提到聚会娱乐,你能想到什么?吃饭,唱歌,桌游? 其实今天很多的聚会娱乐项目,在中国古代已有原型,有传世的许多名作,还原了当时人们聚会的娱乐活动。 吟诗作父,游山玩水,去水流伤,请其书画,让我们得以有机会感受当时的风雅,点击并月爱观历史,请到深处加个关注。 志气相投,对于文人雅克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约上三五互相认可的挚友,一同在畅饮复诗,是古代文人最喜欢消磨时间的方式,这种行为被文人称为雅吉。 雅吉在古人看来,纵情山水,游心汗墨,清潭世老,饮酒长啸,是风雅的代名词,这种内容和形式,类似于现代沙龙的集会,往往是群星璀璨,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名片,都诞生在这样的雅吉之中。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曹操定夜成为王都,他与儿子曹丕,曹植都喜欢郊游名士,因此文氏银吉夜夏,经常吉艳云游,诗酒惆怅,被称为夜夏雅吉。 曹丕,孔荣,陈林等建安妻子也常在文昌殿西边的童雀园银酒,听音,复诗,自得其乐。 永和九年 三月初三,会计兰庭,四十余位近代顶尖的名士才子参加集会,试文唱和,曲水流伤。 这些人将他们尽情写作的三十七首诗,汇为诗集,王羲之为此诗集作序。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蓝亭集序,不得不说,山水之美,音律之妙再加上一点酒精,真的能激发大师们的创作灵感。 若不是有这次雅吉,也就不会有书法,文学双领域的顶级佳作,蓝亭集序了。 文人聚会,由来已久 文人聚会在先秦两汉时期得以起源和形成,早在先秦时期,文化知识被贵族阶层集市人群体所垄断。 他们在聚会上艳影复诗,可视为文人聚会的最早源头。 诗经,小雅中,就有很多诗歌描绘了贵族间的艳影聚会场景,极致汉代,文人逐渐从诗人阶层中分化出来,文人群体间的聚会活动才正式出现。 西汉初期,采取了分封与郡县并致的统治策略,各诸侯王位壮大声势,纷纷招贤那事,使得大批文人雅士得以聚集,从而为文人聚会提供了条件。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锦帝时梁孝王组织的兔元之会。 梁孝王由于兔元,乃至执酒,宁兵友,赵邹生。 颜眉嫂,向如墨至,居客之右,王乃哥北风于魏诗,永南山于周雅,谢惠莲,雪妇。 兔元之会形成了以邹阳,梅成,司马向如等宫廷文人为主体的聚会活动。 他们在聚会中饮酒、饮诗、做妇等行为确立了后代文人雅籍的基本范式。 不同于汉代,文学主要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 魏晋南北朝进入文学自觉的时代,文人群体的主体精神和人生价值得到发扬。 文人雅籍开始频频登场,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态。 如建安时期,三曹父子凭借帝王身份和出众的文才成为文坛领袖。 他们与徐干、陈灵、刘真等人聚集夜下,行则连鱼、指则皆袭,何曾须于相诗? 美智商卓流行、私竹并奏、久憨而热、养而复诗、曹丕与吴智书,并由此创作了大量的艳影诗。 成为当时文人雅籍的真实反应,又如东晋永和九年的上四节, 以王、谢等大族为中心的江南明氏聚会于快积山音的蓝亭。 蓝亭雅籍将文人聚会和节日风俗进行了结合,通过驱水流伤, 引勇赴诗来提玄悟道,畅旭幽情。 而这次聚会又经过王羲之《蓝亭集序》的书法传播, 成为了文人聚会的典范,在历史上最负盛名。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著名的文人聚会还有西晋时二十四有的金谷之会, 东晋谢氏家族的乌依之游,刘宋时净凌八有的西底之会等, 形成了以门阀士族文人为主体的雅籍活动。 宋时期,随着科举制的实施,门阀士人受到打压, 数族士人通过考试进入权力中心, 形成了大批的科举文人群体。 这一群体的出现,促进了文人聚会的发展, 使之前以皇族、门阀及文学侍从之臣为中心的雅籍, 转向了以科举文人群体为中心的雅籍。 随着文人主体的变化, 一方面聚会的组织开始涉及到文人群体的各个层面, 既有以帝王及上层文人主导的阴影聚会, 如宋徽宗亲自创作的文会图, 反映的就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文人雅籍, 又有下层文人自发组织的聚会活动, 如唐末五代时期, 大量文人隐居庐山, 他们经常集会唱和, 另一方面聚会也更为常态化和多样化, 不但出现了以科举为中心的童年, 同僚及同乡间的赏油性文人聚会, 各类主题性聚会也越来越多, 如曝书会、祁老会、茶会、诗舍等。 这一时期较著名的文人聚会, 如唐代中期白居易与虎稿, 吉明等久老组织的香山雅籍, 又称久老会, 北宋时期驸马王申与苏氏、 米福、黄亭坚、 秦关等著名文人组织的西元雅籍等, 都是影响深远的文人聚会, 被后人所追目和效仿。 尽管唐宋以后, 文人聚会的基本范式已经确立, 但真正的文人雅籍直到元代 才形成规模效应和深远影响, 出现了著名的玉山雅籍, 玉山雅籍是由元末昆山富豪兼诗人顾英主持, 元既知名之士, 猎奇奸者十之八九。 其宾客之家, 文子之父, 则未有过于世纪者, 其规模之大, 历史之久, 影响之深远, 成为了文人聚会的巅峰, 被四库全书总墓提要, 再誉为文采风流, 照应一事。 古代文人开派对, 高雅在哪里? 一些普通的社会性聚会, 往往因为文人的参与, 而呈现出高雅的格调, 最具代表性的集穗时节日聚会, 如兰亭雅籍就发生在上四节, 上四本世古人到水边沐浴, 以浮出不祥的民俗节日, 文人们选择这一天聚会, 对传统的节俗活动进行了改造, 增加了去水流伤, 燕影复尸, 玄理清潭等环节, 提升了上四节俗的风雅韵味, 据试说新语, 言语, 落下忠明氏上四节共致落水边休息室, 返回后, 乐广问王衍曰, 今日戏, 乐乎, 王曰, 陪蒲叶善谈明理, 混混有雅致, 张茂仙论, 史, 汉, 妮妮可听, 我与王安峰说严陵, 此房, 一抄抄悬著, 落下明氏在上四节进行雅极清潭, 反映出与众不同的审美指趣和思辨智慧, 除此之外, 七夕, 中秋, 重阳等节日, 也是文人聚会时经常挑选的日期, 文人群体高雅的参与方式, 赋予了民俗节日以独特的文化内涵, 文人聚会在模式和内容上也处处透露出雅的格调, 一般来说, 历代文人聚会大都会沿袭兰亭雅籍的模式, 在环境优雅的山水盛景或斯嘉园林中, 重名是几几一堂, 它们或饮酒品名, 或饮食作文, 或谈悬论道, 或琴棋书画, 形成一种自觉的文艺组合, 而这些内容, 本就是君子雅道的重要内容, 古代有九雅之说, 包括寻幽, 浊九, 抚琴, 世花, 焚香, 品名, 听语, 赏雪, 后院, 又有八雅之说, 即琴棋书画, 诗酒花茶, 可以说, 文人聚会的模式虽然大同小异, 但基本离不开这些风雅元素, 相传李公林创作的西元雅籍图, 就详细描绘了王申, 苏氏等十六人雅籍的情形, 共分五组, 提笔作诗斩卷作画, 谈琴静听, 提时辉豪及谈经论道, 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 勇意成俗的精神追求, 而文人聚会的雅, 有时还体现在聚会时的场景布置中, 如酒器, 茶器, 乐器, 盆景插花, 文房四宝, 古董自画, 古代文人并不追求器物的奢华, 却对器物的材质, 内涵和精美程度要求严格, 正是因为这些器物, 可以借助于自身的文化意韵, 提升聚会品质, 陶冶文人情操, 文人聚会之雅, 还表现在众多文艺作品的创作上, 文人聚会时, 在与自然山水的接触中, 在推杯幻展的触发下, 很容易激发创作欲望, 于是辉豪泼墨, 创作出诗歌, 书法和绘画等大量的文艺作品, 而诗, 书, 画本为文人之专长, 也是文人风雅最直接的体现, 故举凡文人聚会, 必定作诗, 或同题唱和, 或分韵副诗, 像顾音的玉山雅吉, 就做到了会有其人, 人有其诗, 而诗皆可诵, 礼奇, 玉山名胜集序, 而蓝亭雅吉的唱和成果, 蓝亭吉, 不但完整地保存了流传下来的37首诗歌, 王羲之创作的蓝亭吉序, 更因其精彩的文字和具意的书法, 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绘画的创作, 但蓝亭雅吉, 却成为绘画史创作的重要母体, 出现了大量的蓝亭修系图, 文人雅吉与诗, 书, 画的创作相互成就, 共同谱写了中国文化史上的风雅一脉, 和小文字还没电话锌之后, 同谱写了性的电话, アイティブ讯者们、 和小文字十字的电话,